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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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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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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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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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平 嫂子 你 嫂子 快、乖 快走 妈 妈 妈 快走 回家 快走 救妃 你要轻易抓我的话 救妃 救妃 妈 救妃 救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天不早了 你们先歇着吧 对了 哥 嫂子 你们住在西厢房 雲飞哥 你還是住以前的房間 謝謝你啊 大臨 真倒是 我們走吧 好 走 我出去了啊 看來啊 這回合金還真上桿子了 可高寒的心裡只有馬雲飞 也不知道這對冤家 這一路上會怎麼樣 你這回一箭雙雕用得好 說不定這趟回來 他們倆就破鏡重園了 但願如此 我也算成就了一樁美滿的姻緣 都不小了 也該成家了 其實啊 雲飞和那個彈鋼琴的女人之間 並沒有什麼 我知道 她是在執行任務 可是高寒啊 非說他們倆是假期真做 當初 雲飞接近的那個女鋼琴家 是日本間諜 可那個時候不能解釋 等可以解釋了 已經事過境遷了 時間不早了 休息吧 時間不早了 好啊 我也困了 可是 就一床被子 怎麼睡啊 你小子怎麼不敲門啊 這是我的家 我敲什麼門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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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雲飞這小子 真沒教養 染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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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雅輝 ל 真的不擦了 睡吧 要不 我打个地铺 打地铺 是啊 就一床被子 马云飞 你 干什么呀 你小子诚心捣乱是吧 我怎么捣乱了 你不是要被子吗 你是我们家的客人 我得好好招待你呀 你这是招待吗 你是不是拿我当贼了吗 你以为你不是贼呀 站住 别动了 我看你是 你是看着我们俩感情发展不错 你心里不舒服是吧 马云飞 干嘛 我口渴 你媳妇口渴 让你给倒水呢 跟坏的 这活是你的呀 哼 嘴哟 一瓶 客人 快点 那我们就要是 喝酒吧 还要喝酒吧 ipts 还要喝酒吧 哎呀 多喝酒了 主要是你们所谓的 那我使得 他没怎么说 他好像很不愿意谈起他的父亲 可能跟他母亲的死有关系吧 云飞流入过这样的情绪 觉得他母亲的死 他父亲是负有责任的 要是这样 那这个结就难结了 看看这回他们父子见面怎么样吧 父子毕竟是父子 时候不早了 你也该休息了 做个好梦 欧阳 我觉得 你也应该有个好梦 按理呢 这话不该我来说 你想说什么 冯先生就不能安排你去那边一趟吗 哪边啊 当然是刘涛那边啊 这事由不得我 那你看是不是安排我来和冯先生谈一谈 抗日就不能谈情说爱啊 那这一分开就是三四年 共产党也该讲点人性吧 直播 你倒不是共产党 怎么也抛弃别子不远万里来报效祖国 我 连你亲人遇害之后 都不能赶回去看他们最后一眼 我现在呢 是替芬妮和儿子活着的 我一定要看见 这一天 反法系自战争胜利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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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房间不错 高涵 你睡在里面 今天晚上 我们两个在外面凑合一宿 明天早晨 会有人接咱们进山 我先进去休息一下 按理说 我也应该住里面 毕竟我们是新婚夫妇 你说什么 新婚夫妇 刚才我没听清楚 你说什么 新婚夫 这一路上老子受够了你了 你生人干嘛呀你 你要是再这么不知情 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马云飞 你这是干嘛呀 咱们这是在执行任务 我压根就没想当这个新郎官 是高涵自己的决定 我也没办法 你少跟我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你小子要不想残废的话 最好离那个女人远点 马云飞 你小子也太霸道了吧 高涵又不是你的私有财产 你要是这么逞强压着我 我可就真跟你争了我 那你就试试吧 咱走着瞧 我 你还真跟我叼上了是不是 那又怎么样 马云飞 你干嘛呢 你太不像话了 高涵 吴虎的小吃不错 我在楼下等你 我就知道你来了就得添乱 我怎么添乱了 如果你嫌我碍事的话 我可以马上就离开 你走啊 没人拦着你 我们是要好好谈谈了 跟你这种人没什么好谈的 我就是想问问你心里还有我吗 我就是想问你 我听说你等一下 我吃了一些衣服 我也想问你 我贴的话 我一定是想问你 不是一个衣服 我感想问你 就知道你 我但是女孩 我就是不想问你 你友谈来了 我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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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先生吗 对 马云飞 你好 这是 我的朋友高涵 这次我就是陪他进山的 许先生 你们先聊 我出去走走 赶紧 别走太远 来 许先生 怎么样 路上还顺利吧 还好 没有什么问题 东西呢 我已经给你带来了 我们最好是尽快进山 我已经安排好了 明天一早就动身 我们走水路 这一带 除了日军以外 还有汪精卫的和平军 形势很复杂 来 坐 那明天咱们这样 想不到 马云飞这小子 还真有个粗口气 马云飞 都跟你嘀咕些什么 这么长时间没下 这小子没欺负你吧 跟你没关系 或是我舍弃的 怎么能说跟我没关系呢 行了 你就怕吃烟着 摸到什么了 没没摸到 想要吗 不不不 不要 小子 这是你的钱袋 回去 找你的师父多学两年 再来 今天没心情跟你玩 滚远点 滚 老板 结账 坏了 嫩嫩 人呢 刚还在这呢 给他留点钱在桌子上吧 走吧 走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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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别动 华姑娘 你敢玩这个 再动 走 快走 明天早晨咱们这样 我呢 先喝高海 谢谢 你 我 你 要 我 你 去 去 我 你 你 去 去 司令官有何吩咐 五湖的宪兵队 抓到了两个可疑的人物 一男一女 身上带着枪 目前还没有证实他们的身份 但是从他们身上 搜出了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的票 这么说 那两个人来自上海了 应该是这样 可他们带着枪去江南干什么 会是新死军的便衣吗 新死军一般都是通过 中共的地下组织 在上海活动 司令官 这件事让我联想到 我们的老对手 自从上次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演了公平一郎那场闹剧之后 他们就似乎消失了 那件事情 真是让我们颜面扫地啊 不仅盗走了长沙作战计划 还让竹内云子 白白地送了性命 杜鞭将军被念之查办 我至今都不敢面见土飞烟将军 司令官 这两个人交给我来审讯吧 现在我立即通知他们 把嫌疑犯压送上海 不 你亲自去一趟五湖 是 他们没有开口 请进十分刻意 严加看管 我立即带人过去 是 是 可是 我立即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说你勾引他老婆 我看这小子是假戏真做呀 怪不得下手这么狠呢 秦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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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体会了身体 身体要紧吗 秦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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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老朋友了 那就好办了 那等他来了 你当面跟他说吧 也好 也好 秦木军 我听说 那位从关中勋调来的酒井科长 是个漂亮的北海道女人 小苍军 你一定是记错了 她是鸣鼓屋女人 喂 欧阳 出事了 什么 我刚才已经打听到了 究竟他们明天一早就会来接人 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前面 把人给救出来 云飞 这事我和志伯先研究一下 在没有做出决定之前 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好 你放心吧 我知道了 十分钟以后你再打给我 怎么了 高寒和尖落到鬼子手里了 怎么会出这样的乱子 县兵队搜出了他们身上的枪 但眼下还没有弄清楚他们的身份 刚才云飞电话里说 酒井明天亲自会去吴湖提人 要是押送回上海课就难办了 酒井可是接待过贡平太郎的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怎么办 能不能让马云飞啊 在半路上 拦一拦酒井 给我们赢得营救的时间 我一把眼色在脸上 为我做烟长 为我做烟长 我一把眼色在脸上 飘扬过海 我悄悄上路 消失在迷幻的洋场 这一片你 红底在身上 化作迷彩妆 点亮之前 我屏住呼吸 摆伏在敌人的心脏 亲爱的人啊 请不要悲伤 宁别是来不及儿女情长 让那玩家 灯火的安乡 转告你此心的真相 亲爱的人啊 请不要悲伤 露出笑容为我装胆凉 朝着仇恨路过的方向 悄悄地打住背后一枪 我一把颜色在脸上 为我做延藏 飘扬过海 我悄悄上路 消失在迷幻的洋场 亲爱的人啊 请不要悲伤 并别是来不及儿女情长 像那玩家 灯火的安乡 转告你此心的真相 亲爱的人啊 请不要悲伤 露出笑容为我装胆凉 朝着仇恨路过的方向 悄悄地天快梦梦凉 以你卸上阳光 就要唤醒梦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